嚴重的話甚至對方會跟你分手 如果一個人一年365天都不刷牙呢 哈囉大家好我是Ky 牙刷是人類生活中不可或缺的洗漱用品 牙刷甚至被譽為改變人類生活 前100大發明之一 你能想像沒牙刷是怎麼樣的情形嗎 就會在牙齒表面形成一層薄薄的牙菌斑 在第一天不會有明顯的損傷 但是這已經為牙齒埋下了禍根 在第二天時就會出現口臭 如果第二天又不刷牙 牙菌斑就會慢慢變厚 此時就很可能有異味出現 在三到七天之間一樣沒刷牙 就會慢慢出現牙癮眼 這時如果你觸碰牙癮就會變紅 牙癮會經常疼痛 刷牙很容易流血 嚴重的話會很難交到男女朋友 那如果三十天都不刷牙呢 口腔中的細菌就會慢慢腐蝕你的牙齒 不僅會出現牙癮通紅的現象 如果你吃甜食的話會很容易蛀牙 當出現白斑的時候就表明你的髮狼子脫鈣了 這是牙齒變脂的第一個症狀 嚴重的話甚至對方會跟你分手 如果一個人一年三百六十五天都不刷牙呢 牙齒就會出現牙洞 進一步加厚牙菌斑 然後就是牙齦發紅腫脹 甚至更惡化 但是每個人的損害程度不一樣 牙齒損傷的程度因年齡 和自身免疫力而異的 人是有自我保護能力 但是如果嚴重的話 甚至對方會報警 告上法院請求離婚 那如果五年一千八百天都沒刷牙呢 這時候你咬人 對方可能會變成喪失 在刷牙工具還沒有發明之前 早期古人就用各式各樣的方式來清潔牙齒 木炭、鹽水、細砂、樹枝 來清理牙齒 古希臘和羅馬時代 人們還會用動物骨灰做成牙粉 來清理口腔 而是誰發明牙刷的說法很多種 但根據美國牙科學會 和美國牙科博物館資料顯示 世界上第一支牙刷 是由中國皇帝所發明的 而且他是一位歷代以來 中國歷史上 把一夫一妻制貫徹到底 絕無僅有 只娶一位老婆的皇帝 而且他還是一位在生活上 有著潔癖的男人 他就是明朝的朱又棠 這個故事 就要從他跟皇后用扇的時候說起 有一天在他用扇的時候 玉柱端來了一盆香噴噴的紅燒肉 要給體弱多病的皇后吃 剛好那一天 玉柱收到了一封信 信裡說父親過世了 所以他整天心情低落 眼神放空呆滋 就隨隨便便炒菜裝盤 而紅燒肉端上桌之後 皇帝很高興的夾上一塊 裹著醬汁發亮的紅燒肉給皇后吃 但這時 皇上的眼神死盯著那塊肉 不發一語 接著直接大喊 來了呢 馬上把今天做飯的玉柱給我帶過來 太監不敢怠慢 直接帶玉柱來到皇上面前 不是因為紅燒肉太好吃而被叫過來 而是因為皇上夾的那塊肉 豬皮上帶著幾根豬毛 訓斥玉柱 你是怎麼做飯的 這種肉能吃嗎 我順帶一提一下 豬毛其實蠻粗的 可以用來刷背 玉柱被訓斥的一言不發 他知道自己犯了很大的錯 根本不需要辯解 皇上覺得他不說話 不知悔改 直接說 給我拖出去 斬了 這時玉柱才驚醒過來 痛哭流涕的說 皇上饒命 奴才得知今天家父過世 一時悲痛萬分 無心做事 才會冒犯過錯 皇上聽了之後 慢慢冷靜下來 其實皇上也明白事理 選擇原諒了他 皇上腦海 總是浮現了那幾根豬毛 有一次 他和皇后吃完晚餐 飯後 皇上拿起一根 稍微加工過的柳枝 清潔牙齒 在旁邊的皇上 看見他這麼賣力的清潔牙齒 突然想起 那塊豬肉上的豬毛 突然大叫 我明白啦 連蟎叫嚇人 用骨頭打造一隻手把 然後把堅硬的豬毛 插入手把上 做出了一隻 可以清潔口腔的豬毛牙刷 也就是現金牙刷的雛形 皇后適用了一下 高性極了 非常方便 之後命令 工裡所有人 都使用牙刷來刷牙 大家 占不絕口 之後慢慢流傳到公外 老百姓也享受到了這種福利 朱祐堂也因這項發明 為自己的政績 添了一筆功勞 這就是牙刷發明的由來 而 有牙刷 就會有牙膏 下一集 再來討論牙膏是怎麼出現的 如果喜歡我的影片 再幫我按讚訂閱 分享給不刷牙的朋友 我們下次見 掰掰